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可以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可以有很多灵活性 不管你此后是否继续申请EB1 都可以从中受益 当然有一些申请人可能有顾虑说 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或者说我选了其他的专业 比如说我原先是学basic science基础的理科的 后来呢我又改做了金融工作 或者计算机工作是否还能够申请 这个当然也是case by case的 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案例 然后希望给大家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顺便再提到一下呢 我自己是在PhD毕业前提交的理科申请 那个时候还没有博士学位 然后呢在毕业后得到批准的 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呢 讲到的是这一位申请人 他申请的时候呢是2019年5月 然后提交了NIW以后呢在2019年12月获得批准 是在NSC他没有遇到RFE 那么这位申请人目前呢还是博士生在读 他计划呢在2020年的5月毕业 这样呢他在2019年5月就提交了申请 有了较早的优先日期 而不是在毕业以后才交的NIW 这样他就可以相对来说较早拿到绿卡 他已经有硕士学位是材料科学方面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目前博士在读 他有9篇论文39次引用 没有审稿 看到呢审稿对于NIW来说 很多时候不是必要的 那我们在申请中呢除了这些数字以外 强调了呢申请人研究工作的意义 这个领域这个专业的背景 能够有的应用 包括呢Biomedical Application 比如说某些疾病在美国高发 影响到大众的健康 那当然也影响到国家利益 申请人的工作呢 对于诊断治疗和研究病理有帮助 那前面说到呢 他做的不是生物医学专业 是吧 是Material Science专业 但是呢 他仍然可以研究新的仪器和方法 用于比如说Drag Delivery Bio Sensor Thin-Film 这些方面 那么这个呢 对于所谓生物工程专业 Bio Engineering 也是同样适用的 申请人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亮点 我们也加以强调 这样呢 不仅仅是罗列一些数字 说有几篇论文 几次引用 申请人呢 得到了一笔较小的研究经费 有五万美元 这个对于Faculty PI来说呢 应该是很少的 但是对于学生来说 还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呢 他参与编写了教科书 还设计建立了某些模型 这些呢 都是他的亮点 加以强调 另外在NIW申请中呢 我们知道有这个三个Proms 最后一条 这个Third Prom 就是要按Balance 总体来说 豁免对于劳工部的要求 对于美国是有利的 这个怎么证明呢 当然有几种方法 对于像这样的理工科科研人员 可以一般用到呢 说even assuming 其他qualified US workers 然后给申请人绿卡 仍然是对美国利益有用的 为什么呢 申请人有出色的工作 我们此前已经提到了 这个那个亮点和证据 用来证明申请人 已经做出的贡献 完成的成果 那么这些呢 就可以帮助证明 这个NIW要求中的Third Prom 那么这位申请人 在博士再读期间 他的NIW就顺利得到了批准 下面另外一位申请人呢 他是原先是读地球物理专业的 在博士毕业以后呢 去了一家金融公司 做所谓的这个quant工作 数据处理计算的工作 他的NIW申请呢 是在2019年3月 在提交到了NSC 然后呢 2019年的9月得到了批准 没有RFE 没有RFE 这位申请人呢 他有9篇论文 53次引用 同样也没有审稿 我看到审稿不是必须的 他在PhD期间呢 做地球物理研究 比如说做地震数据等等 做了大量的数据处理 然后呢 在毕业以后呢 在金融公司建立了 Deep Learning的金融模型 那么总体来说 博士期间的工作 和毕业后的工作 都应用了计算方法 那有若干的潜在申请人 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博士毕业以后呢 去了一些热门专业就业 和以前比起来呢 有这个转行 转专业的问题 那这个是否能够申请NIW 取得批准呢 当然这个case by case 如果你足够优秀 有证据的支持 另外呢 在专业之间有联系 应该就可以申请 有机会获得批准 那么什么叫专业之间有联系呢 我原来做的是生物 后来毕业以后去做计算机了 这个算不算有联系呢 那有可能 如果你原来做的 比如说是Bioinformatics 或者Computational Biology 计算生物学 为什么新的工作会录用你呢 显然你也已经具备一些相关的资质 这个可以作为专业之间的联系 比如说学位名字 专业具体的名称 里面可能带有Computational等等这样的文字 然后你学过的某些课程 可能也用到了和当前工作相关的内容 另外呢 你目前的工作 目前的项目 也能够找到和此前共通的地方 比如说都应用了一些计算方法 建模 编程等等手段 找到共通的地方 那么我们此前也有其他的客户 包括就像刚举的例子 原来学的是Bioinformatics 毕业以后呢 在IT公司的Computer Science的工作 然后EBY也顺利取得了批准 另外也有原来学物理 后来去做金融工作的 原来学化学 后来的Wall Street工作的 还有像这样原来学地球物理 以及有原来学核工程的 后来去做了Quant工作的 NIW或者EBY取得了批准的 那再举一些例子呢 我们还有一位客户 原来是物理专业 原来做的研究呢 是石油在输油管道中的流动 粘稠度等等的研究 后来呢 改去做了Medical Physics 做的研究呢 是血液在血管中的流动 那么它的EBYA呢 也顺利得到了批准 我们看到呢 虽然研究对象有区别 但是应用的方法 技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还有一位客户呢 我们以前讲过 他在PhD期间 做的是土星磁场的研究 这个听起来呢 像是屠龙之计 说这个有什么实际应用啊 你毕业以后呢 改做地球磁场的研究 摇杆 用来石油勘探等等 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然后呢 绿卡申请 EBY也顺利得到了批准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这里举的例子 可以开阔思路 那么美国旅卡政策 尤其是职业移民 NIW EBY 那么它的目的是 留住优秀人才 那优秀人才 往往不仅仅限于 某一个专业 你转行 转专业 或者像前面提到的 没有博士学位 这个本身都不是说 一票否决的限制条件 就像是不能申请了 不是这样的 还是有机会申请 有机会得到批准 当然具体到个人 需要认真对待 我们此前已经讲到了 如果你没有博士学位 但是已经有突出的 科研成果 或者你虽然转行 转专业了 但是仍然还应用到了 此前获得的技能 知识 专业的能力 那么从这些角度 建立联系 仍然可以帮助你 获得批准 具体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